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的西夏旅馆 而且我这一翻 我发现你对这个性文学的这个掌握呀 超过了我的这个 有些瘦能力 储备 有些词 我都没听说过 说了 念听看 念听看 譬如某个女孩的乳地环 某一个女孩某次失控的潮吹 潮吹 某次她把一位念兽医的女孩用绳截腹绑成一只剃光毛露出眼的串钩烤鸭的模样 或是某个女孩有气喘 每次在抽插到激素时 她的喉头会发出破吸管丝丝的冥想 她总担心她便在此刻死去 怎么样 厉害了 作家 我这你这骆老师 隐身出 你看 你看 高兴了 你看 好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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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吐不清啊 不是 我跟你说 骆老师 我正好得空请教您这个问题 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作家 反正我读出来的感觉啊 就是她写这种这个性的语言的时候啊 她是一种疯狂的这个快感 在写 这到底在写的时候这个状态 当时是在屋里 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我不记得 我 而且我没有在屋里写 我其实是去咖啡屋写 所以 当众 当众搞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她戴着头装 谢谢 对 哎 我再问个文学外行的问题 为什么就是作家都要写信呢 也没吧 因为 这是一个管道 这是个窍门 只有这儿能洞悉奥秘和真相呢 这有道理 你讲的有道理 其实我前 所以我刚才脑袋里一直在想 想不起来那个作者的名字 一个英国的一个小作家 就是前几个月看了一本书 就是叫做《十又二分之一世界史》 他就是乱写 John Banville 班维尔 他就是把所有的恶搞 恶写 创世记啊 当时那个全部的特聪明特好笑 他里面也有写信 那他可是有一段其实他在写爱情 我觉得他那个写的特别好 他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显影记的概念 他就说所有人在爱情的那个过程里的时候 他其实就很像你一个底片 当然现在是数位了 这个感觉就没了 就是放在那个药水里面泡着 那个绣化仪嘛 泡着 然后爱情的感觉就是 他什么时候慢慢浮出来浮出来 浮出一个脸 浮出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女人的裸体 什么叫浮出来的过程 他说一旦浮出来的时候 就不再见了 再好 再迷幻的那个爱情 在那个过程就没了嘛 不确定写没有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其实写这件事情 如果他不是一个匠 他不是一个 不是说只是拿为学奖什么的 他其实对他来讲 他变成一个 永远一个神秘的追求的话 我觉得您讲的是对的 就是 其实在某一个部分是空调的 其实不会写的时候是没有生理反应的 没有 他这个意思就像专业演员 对对对对 总在演那种床戏 人家就问梁朝伟你们爽了 当时真的 他们说我们是专业的 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说呢 我对他的心理状态也很担心 就是因为我知道洛宇军是著名的忧郁症患者 不光是有一定患者 他身为一个作家 他是一个阅读障碍者 以至于 我觉得这个真是修行啊 他抄写 像最早他看见这个阿诚还有谁 莫言的小说 他突然发现大陆的作家这种语言的感觉啊 但是他用抄整本小说抄下来的方式 这是他很有名的方法 对 这没有啦 这就是跟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吧 这不是 就是我后来我因为我生了 我小孩生过孩子以后 我第二个孩子有点过动儿 有点过动儿的倾向 那过动儿其实你以为他是过动儿 其实他是一个统合神经失调 他其实是生理上 他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他坐不住嘛 他要起来动 那后来我这样回想 我其实大概整个从国中到高中 我国中是念那种好班 可是我就一直是最后一名 我上课永远没办法集中听 老师在讲什么 然后我考试永远是考 我偷看半天还是差很多 然后我又重考 那我高中后来就 重考就交了一些坏朋友 就整天就是像贾张柯啊 电影就是侯孝贤电影这些 就是去打打闹 也不大条也不厉害 可是就是穿着制服 就是整天打来打去的抽烟嘛 那后来我到大学开始 我那时候不了解 我是生了孩子 我才知道 原来其实我很可能 我是一个过动 我只是不是一个喧哗的过动 只是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那可是问题是 我是牧羊座的 我就是当时 在某一个神圣的启发时刻 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小说家 我被启发了 我看到张爱玲的小说 像你刚才讲的 我看到莫言的小说 我看到昆德拉 我看到马克思 那我觉得太屌了 然后我决定要发奋 那我大学念的是一个 台湾最差的大学嘛 然后 这是什么 文化大学 现在不是最差 当年是排名最后的大学 最后的志愿嘛 我进去还念森林系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 住一个阳明山 一个小的宿舍 很小的那种学生宿舍里 然后就有那种学长 那个年代 大家就是还装样子嘛 学长的房间里 就是都放的这种 他们台湾当时是 还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尾端 就是出的是佛洛伊德啊 卡夫卡啊 借穿龙之介啊 就是这些 都是现在主义 来看看我的书房那种 对对对对 可是我就是也去买了这些书 然后我发现我看了三页 我就趴在那边睡着 完全 然后我醒过来 我刚才看了 我刚才很认真看了半天 我看了什么 我完全什么脑袋什么都不记得 我完全不知道他写什么 那后来我就发现 这就是一个阅读障碍嘛 这就叫阅读障碍 可是因为我 我有一种运动员的个性 就是我以前 运动神经不好的 打篮球的时候 我就是后来就去 去那个一个K书中心 就是那个楼梯就从一楼 就跳到五楼 每天就是傍晚在那边跳跳 然后他们那个K书中心就传说有鬼 就是半夜有 咚咚咚咚 给人半夜去温习功课的那种地方 拔马子 或者只有我在这边很奇怪 自己在楼梯间跳青蛙跳 后来我可以抓到篮筐 就是我 我是相信这一套的 是相信说 他是利用他运动的这个特长 我不是文人 其实你看你们一个文涛一个文道 我是乙君 我其实是一个 我们是秀才预兆兵啊 有你说 有你说不清啊 但是我很想请教一下 因为呢 忧郁症现在确实也是我们大陆人 普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几天又发生了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跳楼自杀 然后传出来呢 说也是忧郁症 你是有这个亲身经验的 到底什么算 你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朋友 个个都说自己是忧郁症 你觉得怎么叫忧郁症 你是什么感受呢 他其实忧郁症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叫做失能 忧郁其实他未必解释的好 他其实是失能 他其实是脑内 他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 跟糖尿病 失去什么能 失能可能 比如说你像 比如说你平常来做节目 你们其实平常很稳定的保持一个阅读 然后讲话的模式写稿 可是你一旦忧郁症来的时候 是你会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你一点都不想踏进摄影棚一步 然后你本来是一个很色的家伙 很多马子到处 13579就是26 就是不同的马子去寻一下 你突然一个马子你都不想去 然后你突然本来 那不吵了吗 蛤 省事 所以我怀疑 闻到容易症 失能了 有一种感觉失能了 他就是有点就是 其实佛教的最高 最高境界就是要到达忧郁症 忧郁症的状况 那可是 你要这么说啊 我就觉得 你像我有的朋友也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现在真的是对女孩失能 失的个什么能呢 就是说 大概是因为爱情方面受到磋伤吧 可能一个岁数也到了闻到这个岁数 那么就开始觉得对女孩 我认识 我认识我闻到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脸上有困惑的表情 你继续想 他觉得自己是一没能力 二没兴趣 三没动机 再去找女孩 就照你的话说 就把马子 就完全也没有兴趣 好像也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算不算是一种不正常 不算 其实他有一个部分是这样 就是他 那个苏珊桑格不是有个疾病的隐喻吗 他其实忧郁症他有一大块 他当然是一个当代文明病 他如果在生理上 他有个部分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 在那个时刻你会变成 失去同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其实他 所以他这个跟闻到是不一样的 我大概是开玩笑的 他其实不是故意的 比如说你身边 我觉得忧郁症最大的可怜的 不是忧郁症本人 是忧郁症最亲近的那个 忧郁症者的妻子 忧郁症者的丈夫 忧郁症者的父母 这个东西其实他要很 尤其你如果没有进入到一个病理 现代福寇他们这整套医学话语 他只是把那一团东西锁住了嘛 他锁住以后他用病理的方式 他用药物去 他就是发现你的脑内缺乏 那个血清素 他就是就像你糖尿病 你缺乏胰岛素 你就是打进去 那现在西方这个 这个药都很好的 我当时至少我 可是我不能帮忧郁症 带描 但是吃了这个药 会不会觉得傻乎乎的 会会会 他当然就是让你缓和下来 缓和下来 那我当然 我后 所以我后来的 写那个小说的 中间有九个月忧郁症 蛮严重的 我是真的乖乖进门诊 看医生吃药 然后真正的就很照 他那个规律 不能说像感冒 我吃吃好了 就停掉 那特别惨 他非常像一个弧形 一个中形曲线 你先吃半颗 一颗两颗 然后两颗四颗 然后吃了几个月 再慢慢剪剪剪 他是这样 他是一个慢性 他剪 剪没了之后 这个病就能好吗 好了 可是我后来 我后来就变成 我那之后每年都来一次 所以 我有一次碰到 我的老师张阿春 我就跟他想 我很烦 可是每一年来 大概就来一两个月 我就说我每年来一次 他就说 你这怎么很像妇女 你这边年轻 你这边年轻 落年轻 不过这种 所以这个忧郁症 就是大家平常 我觉得这个忧郁症 这个翻译的并不太准确 其实 因为 他并不是说 你情绪很低落 很忧郁 他是没有情绪 更像是 比如说 他理性上 你也许会知道 我该爱孩子 理性上 你知道我该看到谁 我要怎么样 但是你发现 你整个感性那一面的能力 跟不上 没有了那个能力 你想爱孩子 你也许会做很多爱孩子的动作 但其实背后是没感情的 他是这样的 那我忧郁症了 那我忧郁症了 你真的 宣告了 我怎么觉得有些时候 当然说这个 你就是说 当然我是病人 你们不能说我什么 对吧 我有时候 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 比如说哪怕是做善事 我做我应该做的事 就比如说我捐钱 我就捐钱 可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 我这个感情是隔膜的 就是我并不是说感同身受 我会哭啊 我只是好像是一个很理性的觉得 应该帮助他 那么去捐钱吧 但是说实在的 并不是说引动了慈悲 这是不是一种同情心的隔膜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 苏珊娜尔格讲疾病的隐喻嘛 就是他讲到最早时期 可能是肺结核 是当时的一个大家集体的恐惧 然后可能变癌 然后变艾滋 他其实那个病 为什么造成一个集体的恐慌 他其实是他这个病的传播方式 或是他越界的方式 他是无影无踪的 他有点像摆设恐怖 或是说 他是现代军事的描述 他有各式各样的现代 话语的方式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也碰到很多朋友说 他们是忧郁症 或是说准忧郁症 可是他们通常是不就医 那有些是暴露在高危险的状况 我觉得你们两位绝对是一个 高危险的忧郁症 因为你本来的生命方式 就是违反一个古典人类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们长期是在一个高度抵押嘛 就像一个运动姚明嘛 这么大个子 你整天要他那个筋骨去承受 那么大的压力去冲撞 然后那么正规比赛 他绝对就是脚踝哪里 绝对就会折断嘛 那本来你们这些高度用脑的 其实我也是嘛 我们高度在用脑 你就是长期把自己暴露在 违反你古典时期 人类的一生的生命 你一辈子该很平缓的看到 世界的秩序 你看农民粒 该种田 该下爆霜 下霜了 该收什么 它是一个很稳定的 可是我们现在可能在一天内 要承受的一个脑袋的资讯量 是上十万百万倍的快转 而且你们这种是高度的要去挤压运 你们就是像姚明在用他的脚踝 去跟人家撞 你们是用头去 文道今天是你遇到医生了 你知道吗 我不是 他们初次就被逮捕了 我没有在卖绿豆 我从事培养对女人的兴趣才是个看法 你是吗 要不然的话这么搞下去 他说的对我很有启发 就是说我还甚至还以为 我在这种高压状态下 培养出来一种生存绝技 我还跟人传授 但是我听了他说的这个之后 其实是病 我发现有问题 因为什么呢 你看我近些年经常跟一些这个 心里会会难受喜怒哀乐的人 我还经常会跟他们说 我说做一切你该做的事 不要为此焦虑 其实我在很多情况下就这样 我就发现是没有感情的 就比如做工作 就是做做做也不着急 做一切该做的步骤去做 但是其实心里一个地方是默然的 就是你这玩意儿我还以为是一种生存的 应对压力的技巧 但是我听他讲 我们这医生给我找出病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不是一种缺乏 就是缺乏了一种感受性 所以为什么现代人忧郁症好像比较多 或者说是比较被注意的一点 就是因为在现代生活之中 我们对感情的阻隔 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技巧 它是一个控管 对 尤其是像做我们做电视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这行里面是大部分人 他在电视节目里面感情状态是做出来的 他其实很多真实的感情或者是反应 他是要技巧性的在心里面一个一个格子 把它阻开去挡开去 关起来 你说我的体会 体会洛大夫 就是你说 真的 你比如说前一阵 你也知道我妈妈重病 你知道我就想起一个 我后来觉得我这是不是一种分裂还是变态 因为还要在录像做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嘻嘻哈哈的 到后来我自己觉得会不会有点分裂 中医里面有一个词 就是说如果你是某一个脉 有了什么病 有一个形容词叫心悲欲哭 心悲欲哭 但后来我就发现 我照常回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跟嘉宾 谈笑风生 嘻嘻哈哈哈哈大笑 是真的 是真的 可是就在我哈哈大笑的同时 我也能知道我心里的一个地方 就是心悲欲哭 他同时存在 对 这是忧郁症吗 这不是 这个很棒 我觉得闻到 我们那时候在台北闻到有劝过我 我自己有一些混乱内心的迷乱 我觉得闻到平常嘻嘻哈 其实他是很棒 他是师父 他当时教我一些打坐的描述 就是讲呼吸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 你其实你何其有心 做一个斗文涛 你是何其有心 这是其实人类的所有的经验的开发和展开 是多美好的事情 可是本来我们就何其渺小 那我们已经不再像古代 像那些基督教的时代 我们可以靠一个很庞大的大教堂 帮我们支撑住 像哥德斯建筑 他支撑不住他建筑的 他开那么多漂亮的天窗 或是那么花窗 他刁壁 他是不符合建筑学 他的拱壁 不符合规律 他就变一个非伏壁 他是从建筑物外面加成一个 他把他的支撑力分散出来 那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 其实是高层次 心灵的一个高速运转的 这是很幸运 或是说贪婪的 或是说美好的 你像以前的佛或是菩萨 他们不外乎 就是在一个瞬间暴障的各种 量子力学 各种暴障的多元宇宙 你可以同时经过每一个 岔挪的瞬间 你们是多幸福的人 可是你们的身体 如果一旦承受不住的时候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方式 就很像文道当时在劝告我的说 他练习这个打坐的呼吸方式 只是在让你训练自己 对于每一个瞬间 你连呼吸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清楚的掌握住 你都知道他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不是很 我觉得这不是忧郁症 忧郁症做不到这个 你们问我忧郁症有什么记忆 老实讲 那九个月我什么都不记得 空白的 他不会有人 不可能有人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而能够写描述忧郁症 这个忧郁症本是什么 他是不可能 他是空白的 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如果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去控制住 你在一个暴露在高度的 你就像一个 一个越战的一个大兵 你其实是各种炮火 你随时是要给他 可是你有一个 能够在这其中 有一个立体空间的战略 你其实是很厉害 我还以为是精神分裂呢 这个洛大夫一说 还行 枪枪三线行广告之后见 哎呀洛大夫真是讲得好 头一回来 台湾神经病到这来 一来就很行 待会我该跟我大夫回去 这个折磨很多人群 不过我在想 你刚刚说这种情况 你说一个人的情绪 受到高度的挤压操控 这其实是很容易超窄的 对 但是你刚刚讲那个状态 让我想起来 我们现代人就很歌颂这种状态 比如说我当年 我在香港做过一个电台的台长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节目的 红牌主持人是很红很红 这一个老等我们前辈级的 非常专业的主持人 他是张国荣很要好的朋友 天天跟张国荣打麻将 张国荣后来不是自杀吗 我们所有人都告诉这个主持人说 你今天别回来做节目了 你好好休息吧在家 因为他肯定很难过很伤心 结果这个人不管他照上班 然后门口一堆狗仔队围着要发问他 哎呀你最好的朋友死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一进节目里面开这个 一开一说话 嘻嘻哈哈跟平常一模一样 完全不受影响 然后后来呢 我想起来当时我们那个环境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场面 听完这个节目 然后大家都很关心他 后来当时我后来做台长 我居然还用这样的例子 他这个势力去教训所有新进的那些DJ主持人 看到没有什么叫专业 这就是专业 大家努力啊 就是我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也很可怕 大家在那种很高度商业竞争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追求的专业 就是要追求到这个地步 你死了爸爸 你死了爸爸你死了 我不管你就回来做节目 做节目就是这个状态 其实就是他说的 咱们早就违反了这个古典的 自然的人的这种整个的一套 是吧 变得就是像电脑一样像机器 你像机器一样要管理你的情绪 情绪啊 那个开关是是像就像现在电灯是按的 没错 甚至其实再早一个时代还好 再早是他这个灯是旋转的 它是见暗见亮的 对 但我们现在已经太快了 你看演员演员为什么都疯了 就是他就是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因为动作有点不大对性 对 他今天电脑高兴就高兴 哭就哭 是吧 没错 是